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引语解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汉语嘎音和相关的汉字。 其实嘎这个音是我们祖宗从所饲养的家禽、鸡鸭鹅等那里学来的,或者是借用、饮用来的。 因为我们祖宗在饲养家禽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现象, 你比如说,我们所饲养的家禽受到了惊吓,人类的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或者猫骨的出现, 以及野生动物像狼狮、虎豹、黄鼠狼、熊等动物的出现的时候呢, 那么其实家禽也感觉到受到了威胁。 不管怎么着吧,你受到威胁也要有所反应啊, 那么他们就挥舞着翅膀伴随于尖叫嘎嘎的声音, 想通过这种自己的这种动作和声音, 把这些威胁他们的这些动物吧,去赶楼啊, 摆脱这个危险的状态。 所以祖宗呢,就把这种现象啊, 就是以弱去下意识的自我保护, 处在弱的地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 发出来的声音和动作就叫做嘎, 你看这个嘎嘎呢,是从这台轿声来的, 那么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口加一个自己的字加一个格子, 那么表示呢,在这个弱势群体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 所谓的自我反抗, 那么就叫做嘎。 那么人类后来把这个现象呢, 延伸到了我们人类自己身上, 我们人类这种受到了威胁, 受到了惊吓的状态情况下, 也是挥舞着这个四肢啊, 甚至也还有工具啊, 比如说手中的这个棍棒啊, 刀斧啊, 茶等等之类的敲击, 也发出尖叫的声音, 那么是,也叫嘎啊, 因为我们是自我保护嘛, 像中国这种方式, 让这些对我们有威胁的动物或危险的这件事情呢, 另外一方啊, 受到惊吓, 离开我们。 那么当然了, 后来随着这件事情有其他的言语啊, 这个语音啊和文字描述, 那么这个嘎字的这个本意呢, 已经没有了, 只留给了我们啊, 受到了惊吓或者高兴的时候, 发出的声音就叫嘎嘎了, 我们开怀大笑嘎嘎, 我们受到惊吓的时候也嘎嘎啊, 那么只留下了这么一个含义, 就是一种叫声而已, 那么, 由于这个过程呢, 是要挥舞, 会把我们一般不露出的部位展现出来, 那么这个部位呢, 也就叫做嘎啊, 就是上肢跟蛆肝之间, 这种交汇的角落啊, 这个部位就叫做嘎啊, 就是家族的家, 那么读嘎的时候呢, 就指着这个部位, 那么也就是夜下, 所以呢, 呃, 但是呢, 你看没有, 如果跟跟跟嘎有关系, 但是如果去描述的话叫夜下, 那么要真正的去想把这个地方描述清楚呢, 我们知道叫嘎之窝, 嘎之窝, 就是指夜下, 我们上肢跟蛆肝之间交汇的一个角落嘛, 那么这是上肢, 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嘎的部位, 就是下肢和蛆肝之间, 所谓的三叶交叉的地方, 也叫嘎, 就是我们今天干嘎的嘎, 那么是指着下肢和蛆肝之间的这种不轻易暴露和显露出来的身体的部位, 叫嘎, 那么这一个呢, 也是要跟其他的另外一个字干, 嗯, 去进行配合, 我们才知道, 那么描述了一种状态, 叫做窘困, 或者是不自然, 啊, 或者是说呢, 呀, 不好意思, 弄得, 怎么说呢, 嗯, 比较举手无措,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那么这样一种现象就叫做尴尬, 那当然了, 这个尴尬呢, 跟干也有关系, 其实呢, 这就是说, 呃, 那当然了, 跟这个部位有关系嘛, 所以, 大家可以去印证呢, 就是通过这种现象, 啊, 这个部位发生的事情, 而形成了我们这种不自然, 呵呵, 不知所措, 啊, 窘困, 哈哈, 呀, 呃, 害羞, 或者怎么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叫尴尬, 啊, 当然了, 这个干的以后, 我们的干因, 啊, 这个, 呃, 相关的字里头就跟大家分享, 由于我们身体的这个部位的这个尴尬, 两个尴尬呢, 那么是比较隐秘, 啊, 是边缘, 呃, 就是说, 呃, 角落, 等着这么一层含义, 所以祖宗呢, 就把生活当中我们一些地方, 或者一个处处的某一些地方, 也叫尴尬, 就是尴尬的尬, 啊, 就是角落, 啊, 偏远的地区, 等等等等, 就是一般, 都到不到那个地方, 也不会关心, 注意力也不会在那个地上的, 啊, 那么一个部位, 啊, 一个, 呃, 区域就叫做嘎, 九日嘛, 嘎啦的那个嘎, 那么, 呵呵, 当然了, 这些都不是说单独的有这个音了, 因为他本身这个音啊, 最初这个, 音和这个字呢, 就是描述了一种现象, 一个过程, 或者说一种行为, 所以呢, 哎, 我们后来啊, 在由于是逐渐逐渐演变到了我们人身上, 甚至于我们生存的环境当中去呢, 那么都有去跟其他一些字, 去组成了词, 才能描绘出来, 那么, 嘎音呢, 呃, 很简单, 那么这个字呢, 也不复杂,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四个, 好, 关于嘎音和相关的汉字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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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